請問 請問 10秒鐘後 即將登入地球 快拿起手機 下載全新飛碟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一同GEO LUCKY 我們又請來了 大家最喜歡的 新興王子 歡迎王子 王子早安 嗨 大家早安 我是新王子 欸王子 你知道我們上一個 小時在聊的 就是到台灣 就旅行 然後遇見台灣老建築 我们聊的是你家耶 没有啦,就高雄啦 就那个叫什么 延城第一公有市场 你有去过吗? 延城区,我知道 他说是那个旧绝江那边吧 旧绝江,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看起来好棒哦 那个市场 其实他就是在一条小的河上面建构出来的吧 对啊 对,然后那个地方其实还有很多 一些很传统的当地的美食 我记得那边还有一些那种就是 除了乳味啊 还有一个就是那种鱼肚 鱼肚根 那个鱼肚汤 那个汤呢就是 很有意思它是米粉汤 然后呢 它还会就是那个 用湿木鱼肚 然后沾点面衣 然后去做成根 那家蛮好吃的 而且一大早就开始了 对啊 因为我们今天其实在讲的 就是很多老建筑的老屋翻新嘛 然后就是蛮多的年轻朋友 会在这边做一些新的文创 所以他说那个第一公有市场 延城第一公有市场 就是他们花了一些时间 那当然里面就是会保留整个这个日剧时代的这个这个建筑的风貌 但是里面其实很不一样 有很多新的比如说甜点啦 或是美食啦 然后还有些咖啡厅啊 看了都觉得好想去哦 就觉得蛮不错 然后我就想到等一下我一定要来问一下王子 因为讲到好吃的怎么可以不问王子呢 这一定要问 尤其是高雄 绝江的附近呢有一些潮汕人过去很早的时候很早一开发 所以那边的沙茶类的东西很多 比如说有一些 比如说潮汕的沙茶火锅啦 或者是那种沙茶牛肉会饭啊 在那边还有几家非常的老字号 而且很道地 然后那边很靠近柏二啦 所以那整个地方 因为旧的地方其实很容易 我们老屋翻新之后呢 他整个这样的文创感会非常明显 所以那边其实已经非常 已经开始有很多的感觉 已经变得不一样了 对啊 好所以我们也就是 当然这上一段 上一段我们的访问在讲的是这个地方 那我们下一段刚好就有在地人 就是这个请在地人跟我们分享一下 当然今天最重要的呢 就是要来请王子跟我们聊一下 九月份的运势解析 在讲十二星座之前 其实还是可以讲一下大环境啦 就是整个大环境 因为九月十月 因为现在看起来好像大家对于疫情 觉得比较放心了一点 那疫苗呢又就是渐渐的就是陆陆续续的会进来 那可是另一方面大家又很担心 十月九月尤其是九月下礼拜开学之后 孩子们都回到学校 九月十月本来就是大家比较担心 可能会有新一波的疫情在起 那这个又碰到开学了 所以大家又有点担心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九月的这个大环境 是不是会比我们过去这两个月感受到的更好 更顺利啊 或是心里面会觉得更舒服呢 其实七八月是很糟糕的 我们自己都讲过 就七八月一些星象的一些地形三角什么的 甚至八月初还有一些地震的发生 那其实那就是一些环境的能量造成的一些冲突 那到了九月份之后呢 整体状况来看是会好转 可是呢会造成一点点就是大家会有点忙碌起来 那我觉得忙碌起来是好事 就是因为开始大家要面对上学的事情啊 然后呢又可能稍微回到正常的一些 回来工作的轨道啊 或者是生活的状态啦 那其实九月份来看的话呢 虽然说整体的一些茫然感会出来 可是呢很多事情呢 也在按部就班的慢慢的在建构 尤其是工作的表现啊 或者是一些感情关系的状态啦 其实慢慢的有很多的互动开始产生 那不过因为九月份的时候呢 水星在大概27号的时候呢 会开始逆行 那逆行对 那水星逆行大概要 这次会到10月18号才结束 那所以有一段时间会有点水星逆行 不过是九月底的事情啊 就是整体对九月来说 不会构成太严重的一些问题啊 因为上个月已经有 像天皇系已经加入逆行了啊 那因为天皇系逆行 其实会造成好处 那因为天皇系逆行之后 就是因为天皇系逆行 大概每一次大概有140几千 到150天左右啊 那所以大概就有五个月左右的状态啊 那整体环境不会太混乱 因为天皇系其实正常来说 它是造成突发的状态 突变的状态 所以代表说这五个月来看啊 整体的大环境的经济状态呢 是会趋于稳定的 就不会再突如的 突如其来什么哪一个 哪一个股票啊 标高啦 或是哪一个什么讯息突然出现 然后造成股市混乱啊 这种情况 那最主要是因为这次的 天皇系逆行要金牛座嘛 所以对于整体环境的经济状态 其实是会有影响的 嗯 不过因为逆行的关系之后呢 因为我们知道凶行逆行 就是把坏的事情往后延后嘛 那比如说这个 它原来要使坏的状态 就不会做坏了嘛 不会做坏事了 那不会做坏事 这就代表说整体状态是好的 嗯 所以天皇系逆行 不是一般外面所讲的 多糟糕多复杂什么的 其实没有啊 反而是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经济环境的 对目前来看的是 整体环境的一个稳定状态 嗯 那 但是有一个好处是因为 它比较不会乱七八糟的嘛 所以病种 那个病种病毒 也可能比较不会 会比较容易被控制 在未来这几个月里头 所以疫苗的改变 或者是疫苗的转换 也可能会有些新的突破 出来 所以我们蛮看好 这下半年跟明年年初 可能会有些新的一些 疫苗出现来对抗变种病毒啦 嗯 好 所以目前看起来 当然刚刚因为讲到水逆 我又稍微这个 这个深吸了一口气 但是我又不敢继续下去 免得被王子骂 这个水逆没有搭桥 那么可怕啦 什么之类的 但是有些东西 还是注意一下 好 好所以整个大环境呢 大概跟大家分享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当然就是要来一个一个的星座 来跟大家 这个剖析一下 九月份的运势 首先我们就从 处女座宝宝 为什么呢 因为要祝所有处女座朋友生日快乐啰 这是你们的生日月 对我们就先来看看处女座 是 好 处女座这一个月的整体状况 比前两个月好太多了 虽然说这个月就是整体来说 年度运势对处女座来说是忙碌的 那可是这个月很多状况来看 很多忙碌的表现会得到很好的收获 那尤其在工作上面的表现 会有一些新的突破出现 所以这段时间可能工作上面的一些掌握 尤其是如果整个大环境 渐渐的进入到一个正常轨道的情况下 对处女座本来就是规规矩 做事人来说 那这个对他们说是好消息 所以工作的表现自然就会开始加分 然后得到很好的一些成绩 尤其是一些过去努力之后的成就感 会终于出现 因为前大半年已经辛苦很久了 很多事情都因为大环境的一些影响 变成他看不到一些成果 那这个月成果会非常明显 所以对处女座来说 这个月的表现是挺好的 挺有收获感的 那感情来说的话 对他们来说 这个收获感也是不错的 那就是情感关系的延伸 如果说还是保持在满热情状态 那继续从热情的角度去进行 是绝对OK的 可是只是要留一个状况之后 如果情感关系长期以来都维持一个 稳定没有改变的状态的时候 也许需要去想想看 是不是要做点其他的调整 调剂或者是说 已经可以开始有点旅行的感觉了 是不是可以做一点小的旅行 或者是到外头去稍微玩一下 我觉得这个会比较好一点 而且因为九月份有一个廉价嘛 对不对 有一个中秋节的廉价 所以要不要计划一下 对十八十九二十二一四天的中秋廉价 哎不过我说真的 如果中秋廉价你现在还没有开始规划的话 可能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呢 听说已经来不及了 对听说已经来不及了 就是那些饭店的订房的状况 都是完全都是满的 哎可是这么乐观吗 王子 是九月二十号前后这个时间呢 九月份的状况来说 不会太严重 因为七八月最糟的状况已经过去了 对 那只是说一般来说 我们必须讲 这是人的一个生理过程 因为九月份的时候 是秋天到了 对对对 那秋天到的时候 因为人从洞穴的生物转换成农耕 然后到现在的社会群聚的这种状况 可是我们过去农耕的时间很长 那所以我们都会在秋天的时候收成 所以收成之后会有一个状况就是说 我们会在九月份的时候 做一些自我的检查 事实上我们在谈运势的时候 如果谈从年度运势 你是从一月份开始谈 其实都会有点太晚了 应该要从秋天的时候开始讲 原因是因为 你是说下一年度的运势 应该要从秋天 上个秋天就开始讲 对 因为秋天是一个收成的状态 我已经收成了 所以我知道我来年 我要怎么过日子 那我知道我冬天 我怎么样让自己规划一下 我的新的一年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在这段时间 其实是一个重新规划的时间点 当然因为这个大半年 其实我们成绩都不太好 所以大部分的人会有点惆怅感 说实话因为我们刚刚讲 虽然忙碌归忙碌 可是你会有点惆怅感 那就是因为九月份所带来的 这种秋天的秋风煞煞的那种感觉 你会有点那种惆怅的状态出现的时候 其实这个时候其实反过来是 你要去思考没关系我没有什么成绩 或者我有多少成绩 那我们开始思考我们明年要怎么做 要怎么去做点新的改变 所以这段时间反而是一个重新规划 新的一年要去做什么事情的好时间 所以也就代表第四季 我们可以让自己开始重新去思考 大环境已经这样 我们不用担心 因为不是我不好 可能大家都跟我一样不好 那如果要好 我们要怎么样一起好 所以新的一年反而会有更多新的规划 会从第四季开始 对九月份本来这种惆怅感就比较多 应该把这个惆怅感 你说 照这样讲的话还蛮适合来规划一下 要不要换工作这件事 对的确是 所以我会觉得九月份不见得是 如果当你有些惆怅感没什么 那是因为我们从人类 就是从农耕时代之后的一种感觉 就是这样 就是到了秋天 你就知道你收获多少了嘛 那你又要过冬 所以你要怎么样去让自己改变 所以这个时间点的惆怅绝对是正常的 那但是唯一问题是 你要如何从这个惆怅感当中站起来 解决到你现在要去面对明年的问题 我们黄逢毅老师在YouTube的直播线上说 新皇子真的是我的偶像 真的是要从秋天预测明年的运势 黄老师私底下跟我讲过很多次 新皇子抽厉害 我们的老师都很厉害啦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过我说是真的 你这样子讲喔 我觉得好多东西都可以来做解释 比如说为什么我们在秋天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累 有没有 我们觉得特别累 然后大家就说比如说像现在比较多的文明病 忧郁啦 觉得就是情绪低落啦 好像也很容易出现在季节转换的时间 那有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大家都说因为天气吧 天气突然凉啦 外面看起来阴啦 可是其实王子刚讲的这个我觉得也非常的有意思 因为我们的祖先 我们现在的基因就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嘛 然后你的生活习惯 这些都是几千年来几百年来 你会一定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传承下来对不对 所以也许就到秋天时候以前搭农耕就秋天时候我就觉得我该休息了 我不要这么累了 因为我最累的农耕农耕时间的这个忙碌时间已经过了 所以现在开始休息 所以自然而然的就会处于一种比较 比较比较累或者比较想休息的状态 但是如果但我觉得王子跟我们讲这个非常好的 就是说如果真的有这种感觉 你也不用觉得有什么 不要觉得说难过 我就是这样不好 也不要因为他本来就可能让你稍微沉淀一下 然后我们从下一季开始 就可以做一些新的准备来迎接新的一年 所以我觉得新王子今天跟我分享这个我觉得超棒的 就是让大家在秋天 现在才刚入秋了 要来临之前 你要先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 有任何的这样子的想法或什么 其实都是很正常的 都是对的 所以我们刚刚先讲了处女座朋友 还有这个处女宝宝生日快乐星座的这个九月份的一个运势的解析 休息一下回来我们就继续从天秤座下来 请新王子跟我们分享喔 一同get lucky 星星王子在这里要跟我们分享九月份十二星座的运势大解析 刚刚我们讲了处女座 接下来我们要从天秤座开始啰 好听明说的话呢 因为到九月份啊 生日前一个月我们还是要再次叮咛 就是谨慎小心一些 那不过呢 在工作上来看呢 渐渐会有些喜事 只是说在外面的努力的表现 也许不见得会得到别人的认同 但是你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 把自己该做好的工作完成就可以了 不过在这段时间还要稍微注意到 因为就是因为外在表现 不一定会得到别人对你的认同 所以很多时候你提出意见跟看法 也可能会不被他人所采纳 那天秤座其实很喜欢管一些别人的闲事 就是这个应该怎么做 应该怎么做 跟事实座的概念不太一样 是天秤座喜欢组织正义的感觉 但是这个时候如果站起来组织一些正义 在公司里头觉得你可以照着道理去说话 你会发现很多事情 不是照着你的道理在进行的 所以工作上在进行 做一些人事的协调 或一些事情的协调 的一些状况会让你觉得有点差强人意 有点甚至于可能就不是如你所愿 这样的状况 所以这个月在外在的表现上来看 就是对跟他人的互动的过程当中保持低调 但是做自己的工作上来看 可以尽心努力去做会比较理想 好这个是在工作上 反正生日前一个月就是要开始低调 那像处女座就差不多可以 可以开始高调了 那天秤座的感情部分呢 感情来说的话呢 这个月的感情是挺好的 当然如果说我来讲 如果月初这个月月初 事实上是八月底就开始了 如果有一些浪漫的 或者是说有一些暧昧的关系 在这个时间点是可以去突破的 可以去让自己两个人关系 可以做点突破 做点新的转换 那如果你这个时候不去突破 这个暧昧的关系 那这个暧昧关系就无疾而终 所以如果有喜欢的对象 然后有一点感觉没来眼去 那赶快在这个上半个月 加速去进行 不要拖拖拉拉 不要再犹豫半天了 你知道天秤座都犹豫半天嘛 那有些时候在做决定的时候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我会觉得说这个时间点 如果你有刚好是有暧昧状况 赶快去进行 那但是因为情感关系 上来要稍微注意到 因为这样其实有一些暧昧的 这些暧昧状态 也可能会在不正常的角度上面 所以如果不正常的角度 就应该让自己打消这个念头 那因为这个对你来说 不是很理想的状态 你可能会做出一些 蛮不太好的一些表现 然后注意一下这个事情 但是正常情感关系来说的话 其实成绩的表现都还行 那最大时间是热情表现的好时间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鼓励 如果你有暧昧状态的话 或者是感觉起来 好像可以有一点点机会的话 赶快去进行 就是因为这段时间 你可以很热情的 热情的表现出 你自己的一些 想要去进行的一些情感的发展 好我来把刚刚这句话 做这段话做一个 更清楚的解析 就是说天秤座 在接下来这个月 反正感情运势 这就是很旺啦 那你如果你有喜欢的人 你心里面你会想说 我不知道要不要告白 你告白就对了 因为这个就完全整个天时地利 人和都是对你是好的 在感情方面 那同样的 如果你有遇到一个烂桃花 或者是外遇 或者是劈腿 你这边看这个人看很久了 你想要说 这个月想要来劈一下腿 也很容易就劈上了 但是劈上之后状况会很糟 这是我自己家的 这我自己家的 基本上我们都觉得 我们一律只要是劈腿行为 或者是外遇小三小王行为 我们一律都是说你的下场一定会很惨 我们一律都是要这样子来做一个声明 那但是因为你 反正你这个月想要做坏事 也很容易就可以做成 但是请你要告诉自己 要管好自己 因为这个后续是很麻烦的 哇这很可怕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 天秤座的朋友在感情的部分 好那以上都跟王子无关 都是主持人萧桐文自己说 我为我自己的言论负责 是是是没有 自我讲的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你把我逗讨 我是逗讨 没有因为你讲的实在是太委婉了 我觉得这种事情什么可以委婉呢 就是要告诉大家不行 不可以 会出事的 而且这个月特别容易出事 好来我们来看看天蝎座 好天蝎座的朋友呢 在这个月工作的表现 就是开始有点觉得 上半个月最明显 就觉得自己预证乏力 就是想要去做点什么 可是觉得好像大环境啊 整体状态啦 都发现自己怎么做呢 都好像无法突破 所以上半个月基本上突破感 很糟 很不好 可是事实上呢 上半个月所发生一些状况 跟工作有关的事情 其实是要提醒你 用不同的角度 跟不同的看法 重新整理一下 自己目前工作的状态 那所以有些事情 当你觉得预证乏力的时候 就代表你使力的方向不对 那你要换个方向去进行 那可能就会比较好处理 那到下半个月之后呢 你发现工作的状态呢 就比较能够符合自己 所期望的表现 只是因为我们讲过 因为水性要逆行的 要逆行之前 它会造成一个情况叫流 滞流的那个流 那流就代表说 它基本上停在一个状况 比较不会动 所以这个月的 大家的工作状况 如果没有让自己更清楚的 更卖力的向前 所以可能只有土象星座的人 会比较好一点 原因是因为 他们会因为很卖力的向前进 其他星座的人都会觉得说 怎么搞的 就差一点点就没有完成 就会有点异性染 那所以对于天天座的朋友来看也是一样 就觉得很多事情就差一步 然后就这一灵门一角 怎么踢也踢不到 就一点异性染 就不想玩了 不想做了 所以这个月的工作上来看 就需要有一点那种 从不同角度切入之后呢 来做点新的突破 才会有帮助 所以就说找一个新的突破点 换一个方向 其实就可以把这个觉得 在这个上面就预阵乏力 就缺这么临门一角的那种感觉 说不定就可以做个转换 对不对 这是天蝎座的朋友 给你们建议 那在情感的部分呢 情感状况来说的话呢 下半个月的状况会好很多 那在上半个月呢 有一些情感关系的互动 就是也有容易 应该讲说 尽量用浪漫的角度看事情 很多事情如果从浪漫角度去看 你会发现说这个事情好可爱 对方可能做一个傻事 如果你平常看出去很讨厌 你怎么那么笨 可是如果浪漫的角度看 你怎么可爱啊 怎么在这个时候做这个傻事 所以用浪漫的角度去看 情感关系会简单很多 所以应该让自己不要 用太严肃的态度 或者是太过于批判的角度 去看东西啦 那对情感关系来说 才会有帮助 OK好 那再来我们来看看 射手座的朋友 好 射手座朋友呢 在这个礼拜 这个月工作来说 变化比前两个月好很多 八月份虽然说应该要不错的 可是八月份很多状态 状态对于社会主义来说 也没有造成多正面的影响力 那在这个月的表现来说 会增加是因为 你的工作的自由度增加 也变成说 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 你的上司 可能相信你的能力 就给你很多的空间 让你去发挥 那同样 如果说你有很多发挥的空间 的工作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出现 你要极力去争取 因为这段时间你刚好可以 很自由自在去进行一些工作 不会受到别人的限制 所以在这个月的工作的表现 会比前几个月好很多 恭喜射手座的朋友 那在情感的部分呢 对 那在情感的部分 情感状况就要 对 情感就要留意一下 因为情感的状态 就是在这段时间 有一些规矩的问题 就是说你必须要搞清楚 你的身份 那如果你有对象 那所以你要对你的对象 表现得更加的体贴 可是如果你没有对象 当然要小心一点 你不要去招惹一些 你不太能招惹的对象 那所以要 这个对 因为你知道 射手座有些时候说话 都有一点 让别人觉得 很在调戏别人的感觉 所以他可能不是那个意思 可是旁边会觉得说 你是不是在做这个事 那也许对方的身份 是已经有对象了 你这样去做 可能就会影响到 这个彼此之间情感的互动 所以要稍微留意这个状况 就是你没有那个立场 去做人际关系的互动的时候 有些时候 有些话不太能说出来 开玩笑都不太能开 所以这个月 在情感关系上面 是不太能开玩笑的 人际关系也是 但能开玩笑 所以射手座朋友 在九月份的时候 要稍微拿捏一下分寸 就是再讲话 虽然射手座人很可爱 我们有时候觉得 他们讲笑话干嘛的 但是就是在这个部分 要特别注意而且王子有特别提醒 不是只有在情感 不是只有男女关系上面 而是在人际关系 有的玩笑也不要随便开 对不对 看一下对象 对的确 这是王子对射手座的提醒 那我们来看看摩羯座的朋友呢 好 摩羯座的朋友 在这一个月的工作状况来说 有渐入家境 因为最主要是因为 他自己的野心 或他自己想去进行的事情 已经漫步就班 然后已经到了一个位置上了 所以只要慢慢的操作 慢慢去进行 大概都可以做得还不错 再加上这个月 其实是有桂园的 那很多一些外在的一些状况 看到一些对你来说 有利的事情要积极去争取 而且因为很多刚好有利的环境 跟有利的状况 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嘛 所以积极争取 对你来说会蛮有帮助的 那当然也是一样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 整体环境因为水性逆行 会造成滞留的状态 那对于土象星座而言 会比较懂得去运用 这个流的表现的时候 所以在这个月的工作表现 就更能够展现出 你们平常的耐力 或者是你的实力 所以就可以做更多的突破 所以持续的朝自己的方向 要去迈进的话呢 得到的成绩会高出非常多 所以这个月就是 努力卖力的工作就可以了 OK 那在情感的部分 情感的状况 就是对对方的情绪的波动 在上半个月会变得非常的明显 那如果你没有注意到这个状况 你忽略了它 那这个事情可能在未来 会变成最后一根稻草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月 你要稍微留意一下 对方的心情状态 对方的一些表现 那你跟对方互动的过程当中 不要忽略对方的情绪 尤其是对方有点 有点如果发脾气 会不太高兴 你会有点表情 这个都看得出来嘛 对 有些时候摩羯座 或土上心座 只是不想处理你的情绪问题而已 可是这个月你不能不处理 因为这个事情会造成未来的问题 所以这个月如果对方有什么情绪 就是把你哪里做的不太对的时候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至少你提出问题来嘛 对不起我们哪里做的不太好 你跟我讲 我可能不太懂 那你告诉我就知道了 不然我们永远就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嘛 所以这个月要比较清楚去面对 如果对方有情绪这件事情的话 好 这是摩羯座的提醒 水瓶座的朋友在整体工作运势上面呢 水瓶座也还不错 因为水瓶座七八月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状态 那九月份虽然说也没有外在环境不一定对来说是看到友善的处境 可是这个月你的工作上面 其实会有很多正面的表现 甚至于是一些工作上的贵人 所以也相对的年代人际关系因为也不错 所以在这段时间透过工作的过程当中跟同事之间 如果是过去什么误解 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和解的好时候 那如果有什么新的合作 在这个时候去进行一些跟其他同事的新的合作 或一块去进行一些新的工作 都能够达到蛮好的效果 所以我会觉得说虽然外在的状态来说 你会觉得看到担忧看到不对 可是这也是提醒我们去把一些事情做得更好 更没有后顾之右的角度去进行 那如果后顾之右有些担心 就要从那个角度把它给解决掉 就不要造成自己的困扰 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呢 其实水瓶座在这个月工作 还是有不错的成绩的 你刚刚说水瓶座七八月不好 我怎么觉得水瓶座今年一整年 不是应该都很好吗 因为七八月刚好是 七月份是一个忙碌的过程 那八月份是刚好在相对的太阳的位置 那这个相对太阳位置 每一年大概八月九月 对他们来说都不太顺心 那但是九月份来看 有一些行星对他们来说是有这么忙碌的 好所以水瓶座的朋友再撑一下 反正今年本来就是对你来说是好的 但是七八月总是稍微八九月 总是稍微比较辛苦一点 但是九月应该会比八月好一些 对不对 所以感情状况也不错 感情也还不错吗 来看看水瓶的 感情因为感情这个时候 跟对方之间的心灵上的交流 跟互动会增加 那所以有些时候你可以 从对方的角度出发 去看看对方所在乎的 跟所想要了解的事情 那你会对对方有很多心灵上的体谅 那长久的关系 如果保持在一个稍微冷漠的状态的时候 因为像这个相互体谅 你会可以更了解对方的心态 那其实可能会达到一些化解 会蛮好的 OK好 所以这是水瓶座的朋友 再来我们就来聊聊双鱼座的朋友 双鱼座的朋友在这一个月 基本上九月十月 是比较需要注意的时候 因为刚好太阳的位置 跟原来自己他们的太阳位置相对的 所以九月份的时候 整体状态来说很多事情 就必须要留意 很容易把事情搞砸 但既然有容易把事情搞砸 你就要留意 就是很多事情 不是你一时兴起要去做就能去做的 那有些时候 因为年度运势对双鱼座来说 有点像是 有点像是往后退 或者是停滞不动的状态 那所以这个月 可能会有一些状况 是因为别人因别人而起 所以可能别人做了什么事情 或发生什么状况之后 你突如其来的去想要去表态 那这个表态可能对来说 并不是那么的正确 所以自己稍微留意一下 很多状况不见得能够照你所想的去进行 那而且很多事情在进行的过程当中 除了要做一些防呆的措施 以防自己做错嘛 第二个就是要小心 要有备案 很多事情就要先想想 万一发生状况该怎么办 所以到每年大概就是 九月十月的时候 都是双鱼座朋友要去思考 跟他人互动 以及做一点备案的时候 所以这个月的备案的角度 要变得比较小心一点 要比较多一点 那感情的状况也是一样 因为这段时间感情的互动上来看 双鱼座朋友很在乎自己在别人心中的价值 那所以这个月就要做出 你能够为别人做什么事的表现 所以体贴体量这个事情 不应该在情感关系过度成熟 或者过度稳定的状况 而忽略它的存在 所以这个月反而更需要去把你的体贴 原来在可能刚开始情感刚开始发展的初衷 的那个体贴要拿回来 所以不要因为这个关系已经很久远了 所以很多事情有很多体贴 就忘了去做 或者不想去做了 所以这个月体贴要继续表现出来才行 OK好 所以我们先聊到双鱼座这边 那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 接下来呢 白羊座金牛座双子座巨蟹座 还有狮子座的朋友 九月份的运势的提点 我们稍后休息一下 回来再请王子跟我们说 好 新鲜王子在线上来 我们继续白羊座九月份啊 如何如何 好 现在我和白羊座 白羊座在这个月的工作来看 就要小心 因为谨慎小心 一直说不是白羊座的长项 可是呢 谨慎小心却在这个月非常的必要 回头检查吧 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最重要的事情都回头看一下 要交出功课都回于检查一下 要交出作业或者交出你的成绩 都要回头检查一下 以防万一 那尤其是自己很擅长的事情 越擅长的事情越容易出错 这个一定要提醒一下白羊座的朋友 所以这个工作这个月很简单 就是自我检查一下就行了 自我检查多一步 因为白羊座可能就比较 这一点会比较忽略 好 再来感情的部分呢 感情的话呢 在这个时候 在乎对方的感受 做出的互动是非常必要的 那当然白羊座会有一个 白羊座不是不在乎 我必须讲很多时候 我们常常谈到说 你要在乎什么事情呢 并不是这样 把这个人不在乎 而是说 比如说火象星座的朋友 常常用自己的角度去在乎 对方的在乎 因为变成说 他以为对方要就是这个 可是实际上对方可能 不是真的要这个 所以我觉得这个月 比较倾向于 从对方真正的需要去着手 而不是说 从你自己以为 我认为你 这个就是你最想要的啊 我认为这个就是 我要给你最棒的啊 可是没有想到 对于你认为的最棒 对方可能不是这么想的 嗯 所以就小心一下这个事情就可以了 嗯 好 再来金牛座的朋友呢 好 金牛座的朋友呢 这个月工作很忙 我想必须很忙 可是这个忙我们讲过 因为这个月 图像星座OK 因为持续的忙碌 跟持续的努力呢 成绩是会很明显的展现出来的 嗯 那也就代表说 这个时候有好的突破 那不过我还提醒就是说 因为金牛座的朋友啊 明明在这个时候 你就有很好的 亮丽的表现 可以被别人称赞 可以做出好的事情 那如果一旦有机会 你可以要上舞台 或是你可以被别人看到 你能够呈现的好的样貌 你就要做出来给别人看到 你不要畏畏缩缩缩的 不要不敢呈现啊 所以这个月啊 有上台的机会 表现自己的机会的时候 就要大方的展现一下自己的能力 很重要 实力很旺盛嘛 实力很好嘛 嗯 好 那在感情的部分呢 感情来说的话呢 这个月是比较需要实践的 所以实践就是说 你要去执行浪漫的行动 你要去执行约会的行动 要更努力的去面对 你知道到了秋天 我们不是讲收成的感觉吗 那也就代表说 你要让自己情感关系有点收获嘛 所以这个月也是 情感关系收获的好时间 你要去执行浪漫的状态 去执行约会 那这样的话 情感关系的表现就会很真面 那金牛座真的是有时候蛮懒的 我觉得 就是在感情的这个部分 对 我觉得说这个事情 如果没有办法得到成效 我干嘛在这个时序进行呢 没关系 你就这样想 因为我们主动已经提醒 你要去实践 那你又那么喜欢吃 你就是安排一些吃的行程就好了 吃美食的行程 就可以顺便在感情方面来实践 好 那双子座的朋友呢 好 双子座朋友呢 这个礼拜 对不起 这个月 这个月的工作状况来看 就是说 因为外在的环境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使得双子座的朋友呢 会预先做好准备 所以这个预先做好准备呢 对双子座朋友来看很重要 那回头来讲说 很多双子座朋友觉得说 我不需要做什么准备 我随时提枪可以快跑前进啊 我没有问题啊 可是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你提枪快跑前进 万一提枪别人的枪怎么办 万一你没有拿子弹怎么办 所以你也就变成说 你这个月的战斗 其实非常有成效 但是唯一的状况就是 你要先看清楚环境状况 我现在从这个点到那个点 中间会经过哪个碉堡 哪个散冰坑 所以我要怎么样到 那个散冰坑要跳进去 然后到那个碉堡要躲起来 好 你有一个路径规划之后呢 你发现做事情呢 就很顺心 所以这个月我只建议一个事情 就是说 在工作事情 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先想一下 预想一下 预想不是幻想 可能很多其他新作是幻想 是一个浪漫的想象 可是双子座不是 双子座是很实际的 做沙盘演练 脑子里面做一点沙盘演练之后呢 这个事情一执行就知道 顺着我要的方式去衔进 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工作好不好 很好 其实很好 只要做点沙盘演练就可以了 你这不应该跟我讲这个的 我就打算九月要来大休息的 因为我觉得好累啊 七八月 你也可以做沙盘演练 用休息的沙盘演练 休息的沙盘演练 你又跟我说九月工作非常顺利 非常好 真烦耶 可是我跟你讲 打坏了我想休息的论 不会不会 可是另外讲 因为沙盘演练之后呢 你做的事情呢 就只要花一半的时间就解决了 你就很多时间可以休息嘛 第一个 第二个 九月份刚好因为在这段时间 幸福感官的感受还不错 所以做一点休闲乐趣 嗜好的事情非常好 对 好 那双子座的朋友 所以我们也谈 所以要谈到感情 就是这个关系的好 感情很难 对 因为感情在进行一个正桃化状态 那这个正桃化 对于双子座的朋友来看 就是情感关系的正面性很高嘛 所以现有的感情的维持 可以热情积极 以及进行一些生活休闲乐趣的事情 然后呢 那就算你要约对 如果新的对象的话呢 你赶快就约 要约一下对方 去做一点生活上好玩的 乐趣的 约会该做好的事情 我想这个月的成绩 情感关系成绩是不错的 生活也过得很好 听起来还不错 来巨蟹座的朋友 很快的 我们来分享 对 是 巨蟹座的朋友呢 在这个月 工作来说 很多事情开始 因为外在环境的状况 突然间发生一些 讯息的变动很多 然后自己又有点担心 可是呢 也因为外在环境的 一些讯息出现之后呢 你就要顺应的 这个事情的发生 去做调整 你只要先预备 有一个心态 去做好这些调整 那你其实工作 不见得会有问题 那虽然说很多事情 可能会有点卡住 可能进行的过程当中 稍微差一点点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 谈到擦翔人压 或者是 就是临门一脚 那可是对巨蟹座的朋友 来说 这个时间点 你只要顺着 不同的角度去方向 在看一些事情的时候 你会发现 有一些机会是可以利用的 赶快把这个机会利用起来 那对于工作来说 还是会有正面的成绩可以累积的 嗯 情感部分呢 情感来说 对情感来说的话 我会进行 比如我会建议就是 尽量多去进行一些居家的一些约会 这是一个 再来就是情感上面 如果情绪不太开心 会比较多一点 就情绪不太开心的状况 那要记得把这个情感 情绪的状况呢 说出来让对方明白 比如说因为聚会中的朋友都闷着 都不说出来 所以对方当然不知道 既然不知道 有时候情感就很难突破嘛 所以这个月尽量把自己感觉上面 想要表达出来的情绪呢 情感呢 输出来让对方知道 嗯 好 再来就是狮子座的朋友 对 狮子座的朋友呢 过的生日过后 整体状况来看 其实事情是 比较稳定的去进行的 那这个月的工作来说 有很多事情 虽然说变数开始增加 可是有很多状况呢 是因为你之前 可能8月份做的努力 持续到这个月的状况呢 都表现得还不错 但是就稍微注意到 因为有些时候开会的过程当中 不要信誓旦旦的随便表现 你要把你自己的实力要做出呈现 就是这是你真的会的东西 然后呢在开会的时候 如果你有机会展现 你就把表现出来 那这样的话呢 别人会看到你的真正实力 而不是随口说说的那种感觉 所以要严肃的去表达出自己的能力 我跟自己可以去做好的成绩的 或者是期望 要说出来 要非常实际诚恳的表现 这才是重要的 OK 那在情感的部分呢 情感也还不错 因为这段时间是情感关系 进行在一个很好的互动过程里头 因为互动的够好 关心到对方的心情 对方的内在 那其实这个时候的互动 会能够增加两个人之间 相互的情感之间的正面交流 以及那种幸福感的维持 所以这段时间其实就是 不要突如其来的 去做出什么奇怪的一些表现 但是要记住 如果顺应的对方也喜欢 你也喜欢的约会模式 去进行就很好了 就是很棒的了 好 所以我们到这边呢 已经把9月份 12星座的运势解析了 全部跟大家分享完了 该提点的 不管在工作 整体跟感情上 非常感谢新王子 因为我觉得9月 真的 在一年当中就有好几个地方 你会觉得可以一个 重新开始 或是一个新的转折点 我觉得9月是 我觉得9月一直都是 那尤其你看 开学 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 很大的转折点嘛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这个时候 特别注意一下 尤其是过了非常慌乱的 七八月 我觉得9月 可以自己适时的放松休息一下 也是好的 好累 对 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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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m